我真的从大学时期用这些方法存现 所以我现在存款有 哈喽我是兄弟 今天呢又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小知足的省钱方法 像我们这种刚说社会新鲜的薪水一定不高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开源 我们就必须要节流 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用什么小秘诀 什么方法可以让你省下比较多的钱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就继续看下去吧 省钱的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记账 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跟你讲 要如何省钱绝对少不了记账这个步骤 如果你只是因为那种小钱不去记账 久而久之等到你钱包空的时候 你就会完全想不起来 你的钱到底花在哪边 但是如果你有记账的话 你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 你每一笔每一条的钱 到底花费在哪里 而且你可以更有条理的知道 你都花在吃的或是玩的 甚至是买日常用品或是医疗 现在应该比较少人用手写纸本的方式记账 比较常用的是APP记账 那手机APP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可以让你记账的APP 但是我觉得记账一定要及时 就是你今天花了什么钱马上就要记下来 绝对不要有那一种现在觉得太麻烦 等一下再记的那种想法 记账的备注越相细越好 信用卡跟现金的帐也要分开 这样你才会知道 你这次的信用卡刷了多少钱 然后现金花了多少钱 你的存款有没有办法去还你刷信用卡的钱 千千万万不要因为信用卡可以延迟付款而变成卡 所以讲真的记账绝对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就是交通费 在台北人一定忍受有一张悠悠卡 其实如果是上班主的话 交通费其实也算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如果你是在比较远的地方上班搭乘捷运 你可能还有1280的定期票可以做购买 但如果你是像我这种 偶尔会骑车偶尔会坐捷运的人的话呢 你就必须善用悠悠卡他的转程优惠 或者是如果你今天搭公车 公车通常有些比较长距离的都会有两段票 千千万万要记得哪一站到哪一站是缓冲时间 或者是哪一站过后的就是二段票 如果说你今天住的地方离要收第二段票的站 可能隔一站或是隔两站 建议你在第二段票之前那一站就下车 然后用走了回家 这样你又可以再省12到15块 我觉得你就多走多散步一下 就可以省下12到15块 比你上班还要好赚 然后如果你今天是骑车的话 骑车一定要加油 那通常呢加油站都会配合各种信用卡 会有不一样的折扣 可能今天折一块折两块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信用卡 只有金融卡的话 我非常推荐用自助加油 因为自助加油呢也可以使用金融卡 然后自助加油的时候 通常一公升可以让你省一块钱 而且我觉得自助加油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特别 其实我还蛮喜欢自助加油 我之前第一次自助加油 握到油枪的时候 真的是有一种兴奋的感觉 就是想说 其实看人家加油那么久 第一次握到油枪感觉竟然是这样 所以不管你是有悠悠卡 或者你是骑车 都要记得哪一些小方法是可以省钱 所以有办法让你省到比较多的钱 第三个呢是比价 如果你要出国一定要订机票跟饭店 或者是有一些交通的票券需要购买 这时候你就必须善用比价网站去做购买 像是Sky Scanner 或是Hotel Combine 这些呢都是非常适合你挑选到比较便宜 但是又是相同品质的机票或者是住宿 像是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在台湾买某些东西 我觉得不妨都先上网Google一下 打上商品的名字 下面一定都会跳出一连串商品的资讯 每一个的卖家价格都不一样 虽然有可能有正货跟假货之分 但是我觉得比价真的是非常重要 你有可能比价 价差就差了一百块或者是几十块 我觉得这都是不无小博的钱 尤其是出国的机票跟住宿 有时候价差浮动一大就可能差到几千块不等 所以我觉得比价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个就是善用卡片APP 或者是行动支付的优惠 现在已经非常多的店家都有会员卡 然后会员卡作用的通常都是你累积满几点就可以折扣一元 我举例来说家乐福的话 他每一点就是一块钱 但是在你生日当天点数二十倍送 所以每次当我生日的当天 我就会去买可能一千块两千块 比较大比一点的现金 然后你一千块乘以二十 就会有两万块的点数 他每三百点折一元 这总共就可以折了六十块 我觉得非常的划算 虽然雷点有时候会觉得这些点数很不划算 你可能要三百元才能折一元 但是我觉得这些钱都是不无小补的 现在有非常多的金融卡 都有非常好的优惠回馈 如果你想要知道有哪些金融卡有优惠回馈的话 可以去点我之前介绍过的影片 我会把链接放在上面 现在要讲的就是行动支付 现在有非常多的行动支付都会有不一样的回馈 请举例来说 接口支付他就有最低最低有两%的回馈 举例来说我今天用了接口做消费 先得到了两%的回馈 之后呢我这个接口支付是绑定王道银行 所以我说王道银行又会有1.5%的回馈 所以我前前后后就算是赚了3.5%的回馈 我觉得就是一个不无小补 省钱combo的概念 善用各种不一样的省钱方法 真的可以让你无形之中省下不少的钱 接下来讲的算是一种比较行李作用的省钱方法 第五个就是设定存钱的目标 然后你要分账户 为什么我要讲分账户 分账户真的是一件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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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户头 其实主要有三个 一个是邮局 一个是王道银行 另外一个就是中信的户头 那邮局的钱呢 我是完全不会动 除非今天有什么紧急状况 我才会去动它 不然那个户头就是钱一放进去 我就不会再拿出来 王道银行跟中信呢 是我生活上花费会需要用到的钱 我可能这个月暗值的钱进来进到了中信银行 我就会立马把当个月所需要的花费以外的钱 通通都领出来 然后快点放到邮局里面 因为不然 我跟你讲 你那个刷卡 你无形中 你就会不知道自己到底刷了多少 你会想到里面有余额 就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 到后面发现 诶 怎么领钱 发现自己里面的钱剩很少 所以真的分账户很重要 设定存钱目标也是 我真的觉得非常有用 像我自己是有设定一个存钱目标 就是我希望在25岁的时候存到100万 但是我现在觉得应该是遥遥无期 你有那个目标 你才会促使自己去存钱 然后珍惜每一分每一毫花的钱 所以我真的觉得设定存钱目标非常的重要 第六个呢 就是设定一天的花费 像是我大一的时候 我的生活费只有5000块 你没听说在台北 一个月生活费只有5000块 但是我还是很安然的活下 而且每个月都还有存到钱 我真的很佩服我那时候的自己 就是有办法这样的省钱 生活费只有5000 所以我逼得要自己设定自己一天的生活费 不能超过150块 就是你一天的三餐啊 不能超过150块 乍听之下好像很难对不对 我跟你讲其实 你在大学期间 你真的花不到什么钱 如果你没有要social 而且当时大一开始觉得说 我自己有一个什么朋友 想起来好心酸 所以你一天的花费 你有可能集中在午餐或者是晚餐 纵使到了现在 我还是会期许自己一天 不要超过150块 有那个门槛 只有你花超过那个钱 你会想说 有点内疚的感觉 然后希望明天就可以花的比较少钱 如果你今天真的都没有办法设定 你就觉得 啊怎么办 我出门就是一定会花到钱 就不管怎样 我的钱就都会从钱包里面跑出去 那我跟你讲 最极端的方法就是 你只待一天 你要设定花费的钱出门就好 不要带任何卡 不要带任何信用卡 金融卡 让你可以领到钱 或者是让你可以额外做消费的卡片 都不要带你 就带你那个现金出门就好 那你就可以控制在你一天所需要的消费扣打里面 第七个是 每次提款只提一千 办一张据点多的金融卡 我觉得办一张据点多的金融卡 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像是我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又在想 为什么要带着邮局的提款卡 然后可能到外面邮局比较少 我都要进去Seven里面 给人家扣那个五块 然后我就想到 Seven都是中信的户头 然后那一阵子就马上去办着中信的户头 然后把生活费直接存到中信的户头里面 我跟你讲不要小看每次提零五块的这个手续费 你一生中 搞不好超过两千次的提款吧 五乘以两千 等于一万块 你就白白被拿走这一万块 Why 我为什么要平白我故让你拿走这一万块呢 如果你办一张据点多的金融卡 的话 你就可以 省下这一万块 你不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 我觉得现在非常方便的是 有一些Seven 他的中信户头里面就可以存钱 就是你就不用再额外再跑一趟 去中信里面 你就可以直接存到提款机里面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 我每次只要需要领钱的时候 我就会强迫自己 每次就只能领一万块 除非今天需要缴房租 或是其他比较多的费用的时候 我才会一次领比较多的费用出来 但是其他时候 每次领我都只领一万块 有些人可能会说 领钱就是要一次领多一点 我跟你讲 No 你只要一次领多一点 你会想说自己钱包里面还有那些钱 所以你就会觉得 嗯 里面还有钱 就会想说花了也不心疼 但是我跟你讲 你默默的花到最后你就发现自己的钱包的钱流失的非常快 因为你会觉得 嗯 有钱就是大爷 本大爷里面还有那么多钱 就是你花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不到那个痛感 但是你每次只领一千块 你每次去领的时候 就想到 怎么又花钱怎么又领钱的 所以你就会增加你那种花钱的真实感 所以我真的觉得 每次只领一千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是 分清楚需要与想要 这件事情也是我妈从小就教到我 真的是 妈妈你真的教的真好 就是因为我觉得想要跟需要 真的是一件非常容易搞混的事情 但是你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就发现 其实其实也是蛮好分辨 就是当时不知道被欲望冲昏的头 就很容易把这两件事情搞混 但是 你真的必须要冷静思考 你到底是需要这个东西 还是你只是想要 举例来说 饮料这件事情就是你想要 但是你其实是完全不需要的商品 现在饮料真的是贵到非常夸张 便宜的三十五块 贵一点的八九十一百都有 有些人喝饮料一天一杯 如果你用最便宜的三十五块就算 你一个月你就多了一千多块的花费 一年就一万块了 把这一万块存下 你就可以去出国玩 或者是你可以去买一些 你真正需要的东西 像是我觉得现在有非常多的商店 就是把东西每一样都做到 好漂亮好精致哦 你就觉得这个东西买快 摆在家里一定非常好看 跟你讲这些都是假象 每次我跟我朋友去逛那种店 我都会觉得 哦 这就是好看的垃圾 跟你讲 你买回家绝对绝对 都只会放在角落掌柜层 那些东西就是设计的非常的好看 让你一看 会有想要买的欲望 但是你仔细思考下来就想说 下来根本就不学这种东西 它就只是设计的好看而已 所以我跟你讲 如果你去那种很文心 或者是很漂亮的那种店 你一进去 你想说哦怎么办怎么办 要被欲望冲温度 冷静下来先给自己5秒钟思考一下 这东西买回家 到底你迟不使用 或者是你会不会用 最好是去逛那种店 旁边要带一个冷静的朋友 因为你在思考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 啊这个我一定可以怎样怎样怎样用 但是我跟你讲 买回家你就只为把它放在抽屉 或是放在角落 你根本就完全不会用 而且通常那种店 卖的东西都非常的贵 所以你一买 可能就几百块跑不掉 所以 一定要分清楚想要跟需要 绝对可以让你省下 非常非常多的冤枉钱 好那今天的小吃主的省钱 小方法来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觉得 非常好用的省钱小方法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帮我一个喜欢 或是订阅我哦 不要忘记开启小单 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的通知哦 我现在有深圳的Instagram的粉专 也欢迎去按赞跟追踪 我是逊逸 我们下载见 掰不 但是我真的觉得省钱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个人就是一个 存钱怪 其实我个人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人 其实我花了 就我每次花了两三百块 我就会想到 好心痛 就我每次 只要花费超过两百 我就会思考这个东西到底是需不需要的